嗨 各位早安 原本呢 我以為說 在我上一次做完 POPPY PLAYTIME最新消息的影片之後 下一次的消息可能會等到什麼 兩三個禮拜之後才會有啊 結果... 喔不 我昨天才剛做完最新消息呢 阿今天怎麼就來預告了 好 沒關係 一張圖片而已 我們稍微再等一陣子好不好 可能下一次有消息應該是一陣子後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哈囉各位你們好 可以今天後面帶來的是 POPPY PLAYTIME 更多新消息的部分 嗯 對 官方在我們上次做完那一個消息影片之後呢 又丟出了一張預告 然後又放出了一堆有的沒的小消息的部分 那在我們今天分析預告圖之前呢 先來帶各位看一下 關於第二張的一些更多細節的消息吧 那麼首先第一個消息是 第二張的長度大約為 兩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 認真 我記得沒錯的話 我當初在拍第一張的時候 好像花了大概30分鐘 還40分鐘而已欸 第二張要兩個小時 哇靠 那這個流程可能真的蠻長的欸 我猜這個長度的話 我們到時候可能會拆成兩集吧 如果真的這麼誇張的長的話 那麼接著兩個消息呢 是關於預音的部分 第一個消息是 其中一個新玩具呢 會有預音 第二個消息是 Brown the Dino 也就是恐龍Brown 會有預音 其實他這個新玩具 會有預音的部分 我沒有到很清楚 原因是因為新玩具 不一定會是敵人 因為有時候新玩具 有可能真的就只是玩具而已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要等到正式遊戲 我們可能才會知道吧 那再來就是恐龍Brown這個角色 在預告片裡面他有出現過 那他這次會有新語音 會不會代表說 他這一次也會變成一個新的敵人 OK 下一個消息 我們將在發布前的一週左右 公佈確切的發布日期 目前預計時間仍然是3到4週 那麼這裡的話 他們就是會在發布前的一週公佈日期 就這樣 對 下一個消息 Swap Emo 是Playtime CEO裡 最受歡迎的產品之一 這個Swap Emos 官方有放出一個他的包裝的圖片 長這樣 圖片上面寫著Swap Emos 然後那個箭頭的顏色 剛好跟文字的顏色相反 是不是在暗示說 他們是可以做什麼交換的 對 他其實就有點類似交換的概念 但又稍微不太一樣 Swap Emos算是一種玩具 那他有點類似 等一下 這個要怎麼講 我覺得我直接放一張GIF 讓各位看一下好了 就有點類似畫面上這個玩具 你可以把每個玩具的手跟腳拆掉 然後撞到別人身上 然後這個地方請你先把這個部分記起來 因為待會我們可能會講到類似的東西 那麼以上就是第二張最新消息的部分 那麼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官方在前幾天所放出來的最新的預告吧 那麼這張預告呢 你一開始可以看到的地方 應該是那道光線 接著沿著光線過去呢 你會看到Mami Long Legs 可是這個Mami Long Legs呢 有那麼一點奇怪 你會不會覺得Mami Long Legs的頭 跟身體 還有他的 呃 那應該也算身體 的部位 好像有那麼一點奇怪 你沒有看錯 他的身體呢 是可以分家的 欸唷 好噁心喔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旁邊你可以看到的是有蜘蛛網 蜘蛛網上面黏著Cat B跟恐龍Bron 然後這個地方呢 看起來應該是一個什麼儲物區吧 你看喔 從之前預告片裡面 所唱的那個蜘蛛的兒歌 到預告片裡面所出現的蜘蛛網 跟這一張的章節名稱 網中飛影 這是不是在暗示說 Mami就是那隻蜘蛛 然後呢 我們可能就是他的下一個獵物 你會不會有跟我一樣的感覺呢 OK 那麼接著呢 我們在調查FNAF預告圖的時候 最常會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圖片放亮 因為Skart很喜歡把圖片裡面的 一些暗處藏的一些有的美的秘密 這個預告也不例外 當你把這個圖片放亮之後呢 你會發現說 上面的蜘蛛網裡面 除了Cat B跟Bron之外 還有Huggy Wuggy的娃娃 那麼旁邊的蜘蛛網裡面呢 還有那一個 Boogie Bot 然後從Boogie Bot的那個地方 往下看的話 你會發現說 下面有一隻Candy Cat 欸 那比較令我好奇的是 Candy Cat的上面對不對 有四隻腳 這四隻腳呢 感覺很像是蜘蛛的腳 所以我自己在懷疑 不是真的蜘蛛 就是一種新的玩具 我在猜 那麼接著呢 我們從Candy Cat的地方往下看 你會發現說 地上有一些字 那個字是寫說 Make me a part of him 讓我成為他的一部分 這句話的意思呢 也可以暗指說 你還把你的身體部位 變成那一個人的一部分 那麼這個地方呢 我自己有一種想法就是 Mummy Long Legs 可能很喜歡把別的玩具 拆解 然後把他們互相組在一起 如果你在玩 Poppy Planet第一章的時候 你應該會有發現說 有幾種玩具呢 他們身上的零件是可以拆開的 再加上我們剛才看的那一個 Swap Emoth 可以互相交換身體零件的玩具 這會不會代表說 Mummy Long Legs在第二章的時候 會把一些玩具 去做拆解 然後把他們互相 重新組在一起 所以有可能我們到時候會看到的新玩具呢 可能會是一種組合型的怪物 我自己在猜 有可能是這樣 那也歡迎各位把你的想法在下方留言 跟我一起分享一下吧 好啦 那麼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 Poppy Playtime最新消息 還有一個預告圖分析的一個部分啊 那麼希望各位會喜歡 那麼如果你喜歡的話 不妨可以幫這部影片按個like 還有訂閱吧 好的 觀眾朋友們 我是DK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Peace out